最近呢,有一个观众留言说,胆固醇跟心血管疾病没有关系,因为这是一个化学人生博士说的。 我想呢,这个观众的看法很有代表性,当然毋庸置疑,这种看法是错误的。 隔行如隔山,我很理解,但是我一直在想,如果这种看法不改变,那么预防心脏病减轻心血管疾病就是一句空话。 好,我查阅了一些近期的研究,关于高胆固醇和心脏病心血管疾病的关系,有不少新的发现。 好,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高胆固醇和心脏病的真实关系,高胆固醇会不会引起心血管疾病,怎样预防。 有些人得出高胆固醇不会引起心血管疾病这个结论,无外乎有三个原因。 第一个是混淆了膳食胆固醇跟血液胆固醇。 膳食胆固醇也就是食物胆固醇,它主要来自于我们所食用的肉、海鲜、乳制品等等,素食是没有的。 食物中的胆固醇被吸收之后,那会影响血液胆固醇,但是影响比较小,这只是单纯的看食物中的胆固醇而言。 那血液胆固醇是血液里面的脂肪物质,它是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须的,什么构建细胞膜,产生激素,产生维生素D等等。 大部分是由肝脏生产的,人的肝脏会根据需要和食物中脂肪的量来调节生产的过程。 以前人们认为食物中的胆固醇对血液胆固醇影响比较大,但是研究的积累让人们改变了看法。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食物胆固醇对血液胆固醇的影响比较小,所以适当地摄入一些含有胆固醇的食物影响不大,但是有影响。 正是这个人们认识上的提高让很多人产生了一个误解,就是认为食物不会影响胆固醇。 你看到很多国家的健康指南里面都把这个限制食物胆固醇给取消了,这就是依据。 当然这种看法是错的,它不是取消了,而是更准确了。 事实上呢,很多含有胆固醇的食物,同时还含有丰富的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,比如说什么牛肉、羊肉、猪肉、加工食品等等。 那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对血液胆固醇的升高影响就很大了。 那这里说的是大多数人,并没有说全部的人。 实际上呢,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属于膳食胆固醇敏感型人群。 对他们来说,食物中的膳食胆固醇同样会引起血液胆固醇水平的明显升高。 所以他们是例外,膳食胆固醇同样会影响他们的血液胆固醇。 那你是属于大多数人的类型呢,还是少数人的类型呢? 那第二个原因呢,是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多元性。 动脉中央硬化是一种多因素的疾病,它的发生发展是多种风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 除了高膳固醇,其他重要的风险因素还有什么慢性炎症,高血压,糖尿病,遗传因素,吸烟,肾脏的功能,年龄,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,不运动,睡眠不足等等。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,使得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生理很复杂。 这呢,会让某些人忽视了膳固醇的作用。 第三呢,是夸大了特定人群的研究结果。 那近期有一些研究,比如说生酮饮食的人,他们的低密度质蛋白已经很高了,但是他们的代谢是正常的。 那么这种传统的胆固醇的指标已经不适用了,应该用新的检测指标来进行观测。 那这都属于特例,是极少数人的情况,不能把特例当作一个普遍的标准。 如果把特例当成一个普遍,那就会犯错误。 其实呢,什么哈佛大学的教授啊,什么博士啊,或者某个网红啊,他们的说法跟全世界最领先的心血管组织相比,那是微不足道的。 每个人的见解呢,都会或多或少的出错,因为每一个人的知识或者认识都会有局限性。 有些人呢,甚至是跨行业的发表见解。 那么这些最先进的心血管组织集合了最优秀的这个领域的专家,他们得到的结论是经过无数的数据得出来的,是可靠的。 比如美国心脏协会啊,美国心脏病学会,欧洲心脏病学会, 他们基于数十年来积累的大量的临床研究数据,对于高胆固醇和心血管疾病的关系达成了一致的共识。 那都明确地指出,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是动脉周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的明确病因。 它是心血管疾病预防和管理的核心把点。 他们的指南都强调呢,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的降低跟心血管事件的减少程度直接相关。 那这个原则呢,就体现在最大程度的降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,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心血管事件。 当然呢,胆固醇升高的原因不仅仅是饮食的原因,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介绍过,引起胆固醇升高的有四个原因。 如果你发现你的胆固醇升高了,首先要弄清楚是哪一种原因引起来的,这样才能找到最有效的解决办法。 最大程度的降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,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危害,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。 在人的一生中,经常会站在某一个十字路口,一条路呢,向死,一条路向生。 一定要选对正确的方向,否则再多的努力也是无用的。 好了,关于高胆固醇会不会引起心血管疾病,就谈到这里。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,欢迎评论和转发。 打开小铃铛,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新视频了,很可能某个新话题正是你所关心的。 谢谢收看,下次见。